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徐 今天的视频就是一期背带裤的分享视频 总共是有6条背带裤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但有一部分是我觉得不太好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些视频也感兴趣 就和我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条背带裤就是这条深男色的背带裤 它和图片是没有什么色差 就是这种深男色 在我相机里面的颜色也是一样的 然后前面的设计就是有几个扣子 加上一个这种小图案 它的前面是一个这种大的口袋 然后就是这旁边有两个口袋 旁边的话还有这种小扣子 这条裤子的话 它的这个面料还是蛮柔软的 就是很柔软的面料 也不是很厚实 是比较适合夏天穿的 而且它也是蛮舒服的这种面料 穿在我的身上的话 还是比较适合小个子的 因为它这个裤腿是可以给它卷一下的 但是我试穿的时候没有卷 就大家卷一下会更适合小个子一些 这条裤子的话 我觉得它的质量还蛮不错的 第二条呢 就是这条黑色的背带裤 它前面呢也是有一个这种图案 和前面的设计的话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种背带裤怎么说 也没有那种比较独特的设计吧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黑色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显瘦的 穿在身上的话也还蛮好看 就是很可爱的那种风格吧 你里面搭一个那种白色的T恤啊 比较简单的那种风格 它这个面料呢是98%的面 所以说也是很舒服的面料 就是质量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条裤子的话我自己也还蛮喜欢 也是蛮推荐的 第三条呢 就是这条紫色的背带裤 直接参考我上身的那个颜色 因为它和图片呢是有一点点色差的 它前面是一个这种图案 就这种刺绣的还蛮可爱的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条裤子的话 它真的特别特别多的口袋 它是我这些背带裤当中口袋最多的 上面呢有两个口袋 然后底下呢 底下还有两个 到最底下还有两个 就总共是有六个口袋嘛 我看屁股上面是没有口袋的 就这条裤子的话 它的口袋还是蛮多的 然后呢它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这个颜色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容易显黑吧 因为它是这种淡紫色 它的面料还可以比较舒服 因为它是一个短款嘛 所以说也是比较适合小个子的 第四条呢 就是这条深蓝色的背带裤 这条背带裤呢 我买的是最小嘛 它也是没有什么色差的 它的设计呢就比较简约 前面就是两个这种小口袋 然后底下呢是两个这种大口袋 旁边也是有这种扣子 这条裤子的话 我不太喜欢它的版型 因为它的版型穿在身上的话 可能会显得你的屁股 或者是胯有点大嘛 就不是特别的好看 所以这条裤子的话 它有点显胖 第五件呢就是一件 这种浅色的背带裤 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条背带裤的话 我自己也还蛮喜欢 它没有什么色差 这个颜色的话 是比较适合夏天的 一个那种浅蓝色嘛 然后设计的话也比较简单 前面就这个样子 然后有两个大的口袋 它这个长度呢 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但是它对小个子来说 真的特别的友好 就穿在身上的话很合身 简直就是为小个子 量身定做的一条背带裤吧 我觉得 就是它的面料也还蛮舒服的 版型比较显瘦的那种 这条裤子我也还蛮推荐的 最后一条背带裤呢 就是我自己最不喜欢的 一条背带裤 要跟大家拍雷的 就我买到手上 我自己一拿到手 就试穿了一下 感觉自己像一个水桶一样 真的特别特别不好看 很宽大很肥 而且它很长 真的不是很适合小个子女生 就这条裤子的话 我自己都不想去上身试穿 因为还真的不太好看 大家如果是看到了 这条裤子的话 就尽量要避雷要走开 今天给大家带的呢 就是一期背带裤的分享视频 里面有一些呢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 但有一些呢 它确实不太行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理智种草吧 然后呢 如果大家想看 其他的内型的视频 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呢 就希望能够关注我 并帮我点赞 投币 转发收藏一下吧 拜拜